防范毒品也难成为国安问题 为了避免毒品进入校园 高雄市教育局多管旗下进行宣导 除了让学童分辨新兴毒品外 也编制精美的故事绘本 将安排说故事妈妈深入校园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将毒品危害健康的观念向下抓根 桌上这一本本精致的彩色绘本 是教育局宣导校园反毒的秘密武器 不仅内容深入浅出 里头的插画也流露出极米风格 希望借由轻松有趣的说故事 将毒品危害身体的观念向下扎根 故事妈妈能够来参与 那受完训之后 我们每一个学校会发一套 这种故事的绘本 让这些故事妈妈 依照这故事绘本到学校来 分别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由深入浅出 活泼生动的这种绘本 让孩子能够认识毒品 能够剧毒反毒 国小孩子能够认识的话 他将来到国中高中 就不会去沾染到毒品 就会拒绝他 那因为我们从相关的数据来看 孩子吸毒 大部分可能都是同才的影响 教育局将安排 300多位说故事妈妈 到国小校园 将故事绘本里的反毒观念 念给小朋友听 不仅如此 因应新兴毒品日益猖獗 教育局也在全市358所学校 发送毒品拟针教聚盒 让学生分辨 进而向毒品说不 反毒的这种拟针的这种反毒箱 让学校的老师可以教导学生 目前有哪一些是这个 比如毒品 掺杂在咖啡包里面 小熊卵糖等等 毒有票 所以是这种陌生人给的这种东西 最好不要不要再使用 尤其有时候在校门口 发放的那种糖果啊 这个一些东西啊 就希望小朋友能够拒绝 不论是巧克力 糖果或是梅子粉 饥渴乱蒸的包装 让人难以分辨毒品真味 教育局希望透过多元的方式 将毒品危害身体的情形 及新兴毒品的现况 让再学学生明白 避免在不知不觉当中 掉入毒品的陷阱里 毒害一生 远离毒品 大家一起来 记者王思武 黄俊怀 高雄报道 看着要 igio